大家好 欢迎收听Bili Ba 读圣经 上回讲《撒母耳记》下第五章 大卫成功佔据了自古以来都不属于以色列人的耶布斯人住的成一 就是耶路撒冷 更加不单是十二支派拥立他做王 而且也战胜了长久以来的以色列人的菲利士人 真真正正超越了素罗的王者 也在耶路撒冷继续开支生业 生多些子女 在过程当中 圣经说神与他同在 让他做的一切来顺利 继续去到第六章的时候 他又有些什么的举动 而这些举动又是不是合神心意 如果不是的时候又是为什么呢 大卫选选了三万名以色列精英 率领他们去巴拉犹大 要将上帝的约围运回来 这个约围就是以围上面两个基努伯之间围保着的万君之主为名 约围一直都是住在神的会莫或万子里面 而曾经在撒母尔还未做事师 他的师傅以利的时间 和菲利士人交战的时候 就失丧了 有大半年的时间 但是之前都有分享过 因为这个约围似乎搞到菲利士地满城风雨 那些人生痴瘡或者有鼠患 于是就请神请鬼走 都请不及地回到以色列国境里面 虽然那时候可能很多地方都是被菲利士人来到去间接控制住的 或者在菲利士人面前要抚收清巡 这是另一回事 自此之后 因为原本这个约围所在地 士罗就是荒废了 放在另一地方 现在既然又战胜了菲利士人 于是大卫就将这个约围在这个偏向菲利士人的一个地方 这个亚比拉达的家 又或者在巴拉这个地方抬去大卫的城里面 以至到这个宗教 政治和军事的中心都能够集于一体 他们将上帝的约围放在一架新造的牛车上 由山上亚比拉达的房子带出来 这个方法不是第一次发生 即使是菲利士人将这个约围送还给以色列地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牛车来栽约围 亚比拉达两个儿子 乌萨和阿希药 负责带领这架放了实贵的新车 亚比拉达理论上应该都是一个神的祭司 阿希药走在药柜前面 大卫和所有以色列人就跟在后面 宽天起地 用松木做的乐器 用琴 塞 鼓 拔 在主面前奏乐跳舞 这是一个非常欢天起地的盛放 一来只是动员的人有三万不要算沿途围观的人 比起今时今日非常隆重的一些 批评各方面都是相当的触目 非常有亮点 所以他们在沿途就来到古武作乐 究竟过程当中又没有唱首诗 又或者好像诗篇150篇所说的一些不同的乐器 有个交响乐的协奏曲都还没有唱首诗 他们走到拿近的和场 突然牛室前提 暮杀立刻伸手去扶住神的药柜 主就向暮杀发火 因为他的不敬的行动 而杀了他 他就死在药柜旁边 大卫因为主发怒击杀暮杀 室里面不舒服 他就叫那个地方做皮烈斯污杀 意思就是向污杀发怒 这个就是一个很争议性的事件 就是神究竟为什么要杀污杀 以及究竟杀污杀算不算合理呢 历史历代有不同的解读在当中 最传统的一些解读方式就是说 污杀 污杀就因为他既然是祭司的时候 应该知道就需要去抬着约柜 来到去行走的 之前无论是这个 魔西做约柜之后的吩咐 又或者是真是 之后再详细一点的 利未人 各式其式的 要这个的歌合族 还要是盖着一块布 才来到去 等其他人不可以 貌然来到去观看 而不应该 不应该来到去访效 去帮人 之前菲利士人 如何来去请走药柜的方法 既然你不熟书 所以就抵死 另一个比较和谐的解释 就是说 这个只不过是一些特殊的个别例子 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方式来解读 在圣经里面似乎只是发生过两次 或者说得政治正确的人 只是记载了两次 第一次就是这个 尼未记第九章 这个阿伦那两个子 其中两个子 牵烦火的时候 就被神击杀 第二次就是这里 都是一些 儀式 又或者行 程序公义上面的一些 concern 神是需要人用自己 的敬拜方式 还是按着神 规矩的敬拜方式 来到去回应他 如果不按着这些的时候 效果严重 虽然今天你和我都未必会被击杀 但是呢 神保留这个击杀的权利 有点像某个强角 厌刑进发 什么都不行的 但是呢平时是松松动动 到你有问题的时候呢 你就知死了 神可以来到去 宽容你 但是呢 同一时间就可以打死你 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所以呢我们要小心 常常是alert 敬畏神 但是呢 这种解释呢 因为我们不是意识人 背景 就没有他那种 儀式上面的 alertness 各方面 以至到呢 即使我们在头脑知识上面 能够明白都好 就 你问心那句 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另外一件事 就是呢 在解读上面 apply上面 都会出现另一种困难 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到新约 就因典年代 就 我可以不理呢 另外就是 我怎么interpret 这种仪式呢 是不是代表祈祷 好 我每一次 回崇拜 做侍奉之前 如果不祈祷 就仰衰衰 之后的东西 全部就抹掉了 没有reward 又或者是我唱诗的时候 就要手舞触道 或者不应该手舞触道 或者要唱生命圣诗 就不应该唱新的圣诗 各方面的争拗 即是怎样去interpret 怎样去apply 跟着呢 另外一些困扰 就是 咦不是啊 原来新约都似乎有一个独立的 就是这个阿拉利亚和薩菲拉事件 在少行传第五章 所以 就是希弘圣灵 也都很大件事 但是问题就是 究竟什么 是希弘圣灵呢 如果flexible 一个地步 有时任憑有时不任憑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naive 一些呢 什么时候 我可以proclaim神 是有个社面 什么时候 又不可以呢 再加上 就是行为重要一些 还是仪式重要一些呢 这些东西 是很多的 辩论 你可以来到去思考 那 荣耀呢 你来到去 自己觉得比较好的答案 我们继续讨论 多一些 那天 大卫很害怕 他说 他说 当然害怕 将上帝的药柜 运离我这里 还有是一种乐极生悲 你看到 之前那几节 都还是很happy 突然间 这么不努力的事 发生在你身上 不单只 一个人死了 你可以觉得 真的 不是太重要了 有时 当 无论圣经 或者拍戏 电影 有时 死了几万人 几万人 数字 突然间 放大一个 特别人 死鬼了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大件事 你就会心同感受 你就会流泪 你就会触目 这个也是一个文学的手法 来将一件事情 来交代 圣经也是 用了这种方法 叫我们来去思考 这件事 究竟的价值 和重点是什么 which is good 他不想把主的药柜 带到大卫城 这个也显得大卫的 concern 和陰暗面 你可以说 一直以来 如果你对比 他来到 当时 蘇罗安死了 他还在 西格拉的时候 他就会去求问神 究竟 我猶大那边支派 高纳我做王 我应不应该 回猶大地呢 那么 那么多猶大地 里面的成一 我应该住哪个呢 那么他也有求问 西格拉 那么 因为呢 那时候呢 他还没坐定 坐定粒肉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 uncertainty 于是 他就去选择 求问神 最后就选择了西格拉 这个地方 但是 为什么 经文一开赛 又或者 如果你对比力代致的时候 他都从来没有求问神 最多都只不过 在和以色列那些的掌路 来谈一下 究竟呢 他可不可以 混这个药柜入耶路撒冷 很明显呢 就是当他定过台友的时候 他就不会求问神 当他呢 是有 concern 的时候 才会求问神 那这个呢 又再一次 echo我之前一直以来说的一样东西 那现在呢 既然是吴佬礼的时候 很明显就是 噢神封路 神沙门 所以呢 他就淹底 于是呢 就transfer 去定一些地方 就放在加特人 俄别以东家 若贵在俄别以东家 停放了三个月 主大大赤福 俄别以东 和他全家 读到这里 于是呢 当我们来到去看回那个细节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看到 究竟他将那些药柜 transfer去哪里呢 Original的药柜 在那个巴拉的地方 这样呢 和耶路撒冷的距离 不算多 不算短 接着呢 他就将它transfer 去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地方 假如那地方是加特的时候 同样的 你会记得 是这个菲利士的其中一个边随的成一 那 为什么会transfer去一个这样的地方 而又给俄别以东呢 那俄别以东这个名字 可能confuse 以为是一个外邦人 但是如果你看回历代指 就会发觉 他也是祭司的一元 所以某程度上 在那个程序公义 或者礼仪公义里面 是ok make sense 不过呢 他就是一个注册在外邦的一个祭司 究竟这个祭司 会不会是因为大卫身占领了 或者是已经令到菲利士人 虎仔星辰的时候 将他们来到convert 希望呢 他们都来到去拜祷 在耶和华信仰的门下的一个操作呢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那大卫呢 其实的盘算呢 就很清晰了 既然 既然 我们之前所讲的耶和华冷 不是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圣城合神心意的地方 而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但是在政治上面 在军事上面 他既是一个 可以吸入外邦人 可以吸入北方十支派 同时间变雅敏 又或者由大 一个中央地方 同一时间在军事战略上面 是相对于希伯伦 是比较险要的地方 那现在他呢 尝试令到他自己 在宗教和军事和政治上面 都能够呢 是一把手 control 所有东西 所有人都要向这个地方 来去集中和靠拢 那在这个计划当中呢 他没有来到去选择求问神 那既然 那这件事是不努力的时候 会不会 会不会 神是想 纯粹是一个 激杀污杀的行为 还是 他呢 如果 如果将这个 约围迁去 另一大 外邦人的地方 的时候 会收会不会一样呢 对于这个地方 会不会是一个伤害呢 记住之前 送入菲利士的时候 会有鼠疫和痴瘡 如果同样发生的时候 哦 原来神呢 就不喜欢外邦的地方 于是呢 可能去下一步呢 就会 move 那个约围 去这个 事罗 重新复兴的地方 这样呢 就应该合神心意了 但是 如果 见到神 祝福哦 这样可能 就另作结论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以至到 他可以 安然地 把约围送回去 于是呢 这个问题 回头呢 就可以 值得来思考 纯粹是一个 程序公义 礼仪公义的问题 以至到 烏杀是抵死啊 无论你怎么interpret 或者是不抵死都好 还是 其实那件事情 经文尝试 去提醒一件事 就是大胃一直以来 去所谓敬畏神的时候 又或者 这个move 约围的 举动 究竟 是不是合神心意 和究竟 神的心意 是些什么 这个呢 就值得来去思考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还有下半节的时候 更加多juicy的东西 值得来去思考 当神不再封路 是开门的时候 是不是又代表 那件事情 就告一段落 而一切都是合神心意呢 那今天如果我们 要appare这段经文的时候 从一个宏观政治角度 可以说是国家 突然间 转向一些 decision making 那些是否公义 是否怜悯 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 是否对民生 又或者是对于敬畏神有害 还是有利的东西 这是第一点 而在过程当中 这个掌权者 是不是真的尋求神的心意 哪怕他信还是不信 神都好 但同一时间 如果在个人的生命当中 其实呢 这段时间 尤其是很多香港人 都来到去想去和留 究竟你的consideration 是什么呢 那过程做的时候 就是合神心意 还是不合神心意 这个值得思考 甚至乎 那个动机 是不是合神心意 也是值得思考 以至到 你移民到 所谓的外邦的地方 不再是 不是耶路撒冷 不再是 香港底的地方的时候 这样 又没有一些 不同的事情 或是 你可以各样都自圆其说 你一定求问神 因为呢 你有充满着 uncertainty 你就不会像大胃那样 不同人商量 而是你会像去希伯伦城 但是呢 这样的时候 你是不是值得来去思考 当你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坐穩了的时候 你move on的decision 又是怎么计呢 这个呢 又可能来到去思考 就是你譬如转工 又或者是搬屋 各方面的一些思考 都可以来到去看 那你纯粹就是看 既有的有利条件 还是老例不老例的一些情况呢 今天讲到这里 下回继续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欢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bilibaratot